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南韩娱乐旗下拥有不少当红A咖,包括RPM、Tripes、GOT7等,今18日,确精爆霸凌,17岁中国籍练习生在训练期间,遭当地练习生暴力对待,求助无门之下,只好离开该公司。 据越南媒体报道,17岁中国籍练习生在南韩接受特训期间,被当地练习生殴打,预致电给父母求救时,手机却被抢走,还被禁止向家人通风报信,因此长期遭同侪暴力对待,Tripe娱乐职员得知后,并未出手阻止,Tripe职员都知道我被欺负,但他们却只帮韩国练习生。 即使该练习生的父母亲负韩求情,状况也未改善,最后只好收拾行囊回老家。 事件曝光后,Tripe娱乐向韩美表示,该名中国籍练习生于2015年12月加入公司,接受了5个月的训练,但在这期间并未发生或遭受到任何暴力对待。 自于所属Tripe娱乐,18日惊爆练习生霸凌事件,翻设自Instagram。